各位同学家长你们好 我是陈岳 很高兴今天受到内布里哈大学的邀请 以2013届艺术管理硕士毕业生的身份 在这里对将来有可能会就读于这个专业的同学 针对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一下回答 好的 首先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关于我大学本科的专业 以及为什么之后会选择艺术管理硕士这个方向 是这样 我想大家介绍一下 我大学本科是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以后就直接报考了这个内布里哈大学的艺术管理硕士 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 首先是因为第一 我对西班牙的艺术文化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希望能够继续在这个国家生造 其次呢是因为我认为艺术管理这个专业呢 非常符合我个人的将来从事的工作 那我希望将来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其次最后我之所以选择内布里哈大学 是之前做了一些功课 然后在网上啊 以及问过一些周围的老师 都觉得说内布里哈大学在艺术管理这个专业呢 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当时就决定报考这个专业 接下来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关于 学校这个专业课程设置 以及作为一个外国学生 对学校学习生活的适应的问题 那总的来说 我认为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呢 我还是很满意的 总体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艺术类专业出身 所以理论课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在 艺术史这方面知识的不足 那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课程呢 是跟实践有关的 比如说老师会带同学去博物馆 画廊或者是一些艺术机构 在实地进行讲解 我认为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关于有同学问到上课是否可以沟通 或者是说是否需要一定的艺术基础 来读这个专业呢 我认为相比艺术基础的话 最重要的应该是一个语言基础 那这里的老师都非常的有耐心 如果你有不懂的 他们都会为你讲解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考试 那每一门课解课呢 都会有一个考试 考核的方法可能不同 但是如果只要你在课堂上 可以把课堂上讲的内容消化 那这个考试对你来讲应该并不是非常难 有同学问到关于实习的问题 那学校会从开学的第一天 有时候甚至是开学前 就开始为新一届的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实习机会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当然这些实习都是需要经过 雇佣方的筛选和面试的 在你寻找实习的过程中 学校老师会非常热心地帮助你 我曾经做过的一个实习 是在马德里的一个艺术项目的活动策划 那这个实习是有四个月的时间 关于这个专业就业的问题 是我们有一门课程 是专门针对每个人的就业方向 叫做职业咨询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中穿插进行的 也就是说从你开始入学的第一天 就会有专门的老师辅导你 就是帮助你找到 你今后想要参加的这个工作的方向 他们会为你提供很多咨询意见 最后我想回答一下 关于西班牙的生活 以及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马德里的这座城市 我认为它是一座很包容的城市 衣食住行方面呢 都非常的便捷 那当然如果你是出来查到的话 肯定会有一段适应期 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是很热情友好 他们会帮助你顺利地度过一段适应时间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同学们 比较关注的问题做的回答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也回答得很简单 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